习近平特派王岐山首尔之行 真正意图被解密 藏不住了 李克强罕见对十万官员透家底 言论被中共一花接木 联合国高级专员紧急澄清 专家表示 辽宁舰与美国航母交战 像是诸如遇上巨人 欲吞噬太平洋 澳大利亚 美国与中共展开外交决例 习近平正在争取连任的路上 并面对来自内外的夹击 在这种情况下 他急需一个相对稳定的对外关系 在经济突然下滑的情况下 习近平至少需要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有专家透露 为改善美中关系 习近平近期悄悄进行了布局 日经亚洲评论资深记者 中泽科2 25号的文章披露 王岐山近日参加韩国新总统就职典礼 其实是担负着另一个任务 就是向美方发出信号 希望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重回正轨 而接下来一连串的美中官员互动也由此展开 此外 王岐山的韩国之行表明 尽管有传言说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有裂痕 但个人关系仍然稳固 文章指出习近平选择了他的长期盟友 王岐山来传话 因王岐山长期负责监督中国的金融和商务部门 与华尔街有着密切的关联 5月10日 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共副主席王岐山 在首尔出席新任总统尹熙岳的就职仪式 当时舆论认为 这是表明习近平重视与韩国的关系 但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则透露 这次短暂访问中 王岐山在试探 在不久的将来能否进行某种美中高级别官员的接触 众所周知 当时美国赴韩国的代表团 由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丈夫艾姆霍夫率领 中泽科尔指出 这是一个恰当的时刻 首尔的节日气氛和城市的喧嚣 使王岐山可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行动 当时主席特别代表 这一罕见的头衔 也给了王岐山额外的影响力 这是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 和外交部长王毅 等前国务委员永远无法胜任的角色 9天之后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5月19日 突然无预兆地暗示 拜登与习近平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进行交谈 也从侧面证实 在此之前 美中高层之间沟通顺利 他分析在政治风向变强时 习近平求助的是王岐山 在经济突然下滑的情况下 习近平至少需要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但如果美中在线峰会很快的举行 习近平会对拜登说些什么呢 仲泽科二表示 习近平没有什么选择 因为恶化的中美关系 只会给党内长老和敌对派提供反对他竞选第三任期的弹药 清零政策和打压私营公司的经济政策 使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 这也让习近平现在不能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相当的严峻 5月25号中共国家总理李克强 罕见的紧急召开 省市县级约10万名官员开会 试图挽救中国的经济 他在会上对地方政府自曝家底 说已有多个省份要求批准紧急发债 已渡过难关 但中央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只剩下一笔救急费用 他说所以我这里也给大家报个账底 除非再有特大的自然灾害 还有一笔总预备费 其他的钱就靠你们地方自己了 据国胜证券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仅陕西、福建、上海和内蒙古四个省市 财政收支有盈余 其他省份都是赤字 其中广东新增地方债发行规模最大 达到了1727亿元 其次是山东发行1263亿元 河南浙江、四川三个省新增地方债发行规模 在1000亿到1200亿元 原本就以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 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 时评人士唐靖远形容 心脏循环不行了 首先反映出的就是肢体末端的缺血坏死 也就是地方经济濒临崩溃 现在中国就处于这个困境之中 另一时评人士秦鹏分析 这个全国会议是为了不被扭曲的 从上到下传达高层的决定 希望全面调动各种资源 不走样地尽快改变现在的经济政策 他表示中国经济危机严重的程度 应该远超官方公布的数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在中国大陆访问风波不断 除了出访结果受到广泛质疑之外 又传出他的言论被中共官媒 一花揭幕断章取义了 巴切莱特的办公室25号澄清 他在访问中国期间的有关讲话 被中共官媒错误引用或错误形容 比如他确实赞扬了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 取得的一些成就 但中共央视却说成 他钦佩中方在消除贫困保护人权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所做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他说中国在多边机构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央视报道说成 他赞扬中共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推特上表示 巴切莱特祝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 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实际上 他是说 我们将讨论敏感重要的人权问题 希望访问有助于共同努力 促进中国和全球人权 许多人权组织指出 这些误导性的声明 使中共试图控制这次访问的信息传递 以及访问本身的具体表现 维吾尔人权项目高级项目官员彼得欧文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高级专员真的对大量指向残暴罪行的证据 对中国政府提出质疑 那么这次访问仍然有价值 但中共有近三年的时间为这次实地访问打好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这次访问特别有用的原因 被外界戏称为山寨航母的中共海军辽宁号航母 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实战演练 给台海局势制造紧张气氛 但台湾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 辽宁号不具备实战能力 若与美国航母开战实力相差悬殊 台湾国策研究院5月25日举行测谈会 由于中共辽宁号航母编队在台湾东部海域演练 引发了专家们的讨论和分析 大纪元报道 辽宁号本月3日起演练舰载机起降超过200次 期间多架空机穿越80海峡 还有武装直升机穿越台海中线 25日中共东部战区声称 近日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 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训和实战化的演练 是对美台的警告 但据报道 辽宁号与共军另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 均使用传统动力 而非核子动力 这与美国英国等国的先进航母技术相差巨大 台湾退伍军官黄鹏孝曾表示 缺乏空中优势太空优势的辽宁号 只是海上的标靶自身难保 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 从实战能力来看 辽宁号只是训练舰 没有实战能力 若真遇到美国里根号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就像诸如遇到了巨人一般 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国防大学中共军事研究所所长马振坤指出 共军若要对台发动军事行动 必须先具备对美国的反介入作战能力 包括平时嚇阻 冲突遏制 作战打击 目前在西太平洋区域 共军的作战打击能力远不如美军 这也是评估共军是否具备攻台能力的重要前提与关键 最后专家们得出的共识是 中共有对台湾动武的想法 但尚不具备攻台的能力 近来中共对太平洋地区的野心越来越不加掩饰 路透社获得一份文件显示 中共外长王毅下周在斐济主持中共太平洋岛国第二次外长会议 准备和多个太平洋岛国达成全区域合作协议 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信合作等重点议题 美国25号就这个影子协议警告南太平洋国家要当心 中共外交部稍早前声称 王毅从5月26日至6月4日 对南太平洋八个岛国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 包括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 萨摩亚 斐济 汤迦 瓦努阿图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地问 这是北京与所罗门群岛达成秘密安全协议后 在该地区的又一动作 中共的新企图有意插手太平洋岛国中高阶警务培训 举办警务合作方面的部长级对话 还提出中国太平洋岛国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在资料网络 网络安全 智慧海关系统 卫生等方面都插上一角 等于将所罗门群岛协议的关键内容扩大到其他九个太平洋国家 这无疑加剧了澳洲之间的竞争 已经公开对中共表达鲜明态度的澳洲新政府 展开了与中共的外交角逐 新任澳洲外长黄英贤25日宣布前往斐济访问 与王毅进行外交角力 刚从日本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回来的黄英贤说 这次访问显示我们对澳大利亚与斐济关系 和我们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重视程度 他将会见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和斐济外长等高级官员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 他的新政府已承诺采取更多的行动 在海事安全增加援助和允许太平洋岛国公民移民到澳洲等方面 向太平洋国家提供支持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接着感谢一下Karen200155和Kassie Ngo两位观众 给5月25号环球看点节目的打赏捐款 昨天关于我转变自己对打赏这个问题的观念 受到了好多观众的安慰和鼓励 也真的是很感谢 其实大家能来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 这都是对我们很有利的支持 真心的谢谢各位 那么再来说说今天的节目感受 人人都不看好的巴切莱特女士 关注新疆人权的中国行 这不就连巴切莱特说的话 都被中共移花接木的利用来给党国涂脂抹粉了 巴切莱特的办公室不得不出来 对此做出了澄清 这事说出来都是笑话了 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意义的 毕竟是一个联合国的官员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共对别人说的话断章取义 移花接木的骗人轨迹 中共断章取义栽赃陷害的事情干的不知道有多少了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人家可是政府 那么大国家的政府怎么可能干出这种断章取义 诬陷你这种下作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呢 都是你这小小刁民在这里胡说八道 如今看见了吧 就连联合国的官员讲的话都能这样的移花接木 那么有多少曾经被冤枉的人也应该洗刷冤屈了吧 您知道哪些中共断章取义诬陷好人的事情吗 也请您来说一说 对于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想法吗 也欢迎一起来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